今天是我們在北海道的第四天 第一站先去看看白天的金森紅磚倉庫 然後接下來應該就要直接前往鳳爺湖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家Snaffers 聽說是韓國人的驕傲 他剛好有賣丹麥的我們來吃吃看 先選擇自己的口味 然後付錢可以在吧台這邊吃 然後他會捐贈10%的金額出去 我們直接在吧台這裡吃 他還會付給你一杯小咖啡 我們這次點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起司阿蕾 另外一個是巧克力巧克力口味 第三個口味是草莓 我們沒有點 先來吃吃看原味的 欸是冰的欸 好綿密喔 整個就是入口即化 就是你一咬進去 就是馬上融化在你嘴巴裡面 原味的好好吃喔 吃吃看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也好吃 但是沒有那個Cheese Omelet 來的那麼震撼 Cheese Omelet 超讚 我們吃完之後才發現 他有一個講解 就是他上面附的這一片東西阿 是讓你當湯匙 然後切蛋糕來吃的 不要像我們這麼粗粗 直接把整塊這樣拿起來吃 這一家超好吃 他的巧克力比Snappers的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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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新鮮嗎 新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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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喔 可以自己注意一下時間 超好吃 超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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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相信阿 如果冬天來的時候 當這一整片 都不滿雪的時候 一定超漂亮的 感覺被害到可以再來第二次耶 怎麼辦 離開韓館市以前 回到小酒漢堡的創始店 買了兩個漢堡 準備在車上吃 我們來到了大早國定公園 這裡的楓葉 就更紅更橘了 你們看 你可以看 來遊法 放好 我們來遊法 那一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早果定公園 真的太大了 原本想说只是经过看一看而已 结果不行啊 这个地方拍个半天都不回过啊 很漂亮对不对 而且它有分大早小早 然后来这里啊 你还可以坐那个船 来去带你游整个湖再回来 水当当 怎么办 但是我们今天原本预计 应该是要在一个小时以前 就出发前往洞野湖 结果就吊在这里了 实在没有时间拍照了 所以请容许我用录影的方式 来记录下这里的美景 看我的背景 随时都是一幅画 要跟大早果定公園说再见啦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车 到洞野湖去了 很期待很期待 开车开累了 休息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观光景点 八园休息站 后面是一大片海 可能看不太清楚吧 现在 4点11分就感觉快要天黑了 怎么可以连休息站都美成这个样子 三百公尺处 目的地集在您的左手边 到了到了 那么热烈 好 你好 你也是 你名字叫做Rim LV Rim LV 好 这车买到你 好的 好 好 谢谢 謝謝 我要瘋了 我要瘋了 超高級 無敵高級 真的是人生中最高級的一次 謝謝 你會在日本語話嗎? 你會在日本語話嗎? 沒有 對不起 謝謝 OK 剛剛已經完成了Check in 手續 他給了我一份information 就是資訊 你要如何在這間飯店裡面享受的訊息 裡面詳細的介紹點還在跟大家說 還有一個就是重點 8點45分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煙火 然後呢 他沒有給我鑰匙 他等一下會帶我去房間 你一到的時候他會先送你這個 迎賓的飲料 然後還有一個小餅乾 整個空間感超大超空曠的 一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趕快帶我們去房間了 所以我們先趕快先把這個先把它弄掉 喔 是熱的 乾杯 好溫暖喔 餅乾室 咖啡燒果子 好吃欸 嗨 這裡 嗨 いただ到了 準備好了 二樓 兩樓 二樓 兩樓 二樓 二樓 一樓 這조在房間 這裡是廁所 關鍵 我们现在在洞野湖 这是我们这一次住的饭店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北海道子旅当中最高级的一家饭店 这间房间是twin room 就是两个单人床 那边是浴室 后面有厕所 然后这边有衣柜 然后超大的桌子 房间屏数非常的大 感觉出来了吧 然后呢你们的后面是落地窗 可以直接看到洞野湖的景色 现在的时间是6点19分 晚餐是到9点钟 所以我们要先去吃晚餐 然后再来好好的享受这家饭店 花了那么贵的住宿费 当然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餐厅空间也非常的大 而且是挑高的 看起来就很高级对不对 然后外面有一大片落地窗 看出去呢就是洞野湖的湖 那等一下8点45分应该也会在这里放烟火 我们已经吃到甜点的部分了 老实说 这边饭店一个晚上9400 一个晚上台币9453块 当然我们两个人分啦 整体饭店给人家感觉很舒服很大气 富丽堂皇都很棒 然后view都 view还不知道啦 服务态度也都非常棒 但餐厅晚餐的buffet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失望 种类不多 味道普普 没有难吃但是也没有特别好吃 就是会让人家因为太期待了 所以会让人家有一点失落感 但是甜点还不错 OK 大概7分半左右 食物6分 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 回到房间里面 换上了这一身日式和服 看 它是这种不要不一样 这个是有衣服加裤子的 有点像是种田的感觉 它饭店里面总共附了三种不同的和服 所以我们三种都把它穿完 然后现在在等烟火 烟火是8点45分放 还有10分钟 然后这边有一艘船啊 是要带他们出去看烟火的 船开走了 船开走了 要放咯 够一下倒数 5 4 3 2 1 哦 有了有了 诶 好弱哦 lub 可以 多一点吗 诶 是啊 哦 多一点啊 Ele 太慢了啦 兩三顆喔 有了有了有了 來了來了 這樣才對嘛 挺弱的煙火秀 就是零零三散幾發幾發這樣 中間的時候有幾發還不錯啦 但是就只有幾發就沒有了 好吧那趁在這邊的時間 趕快來享受一下這間飯店 我們先去樓上泡個湯 那裡不能夠帶相機或帶手機 所以就晚點見囉 泡完湯了 果然這家飯店的重點應該要放在泡湯上面 它的頂樓戶外的泡湯區 真的是你躺在那裡 就能夠看到一望無際的海 其實不是海啦 就是湖 就是外面的那個洞野湖 但是就跟海是一樣的 然後外面的氣溫很冷 然後你又熱熱的躺在那邊 真的超舒服的 室內也有好幾種不同的湯頭 那種日式座那裡洗澡的地方 都用得非常整潔整齊 而且非常有質感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別的 叫什麼 療癒池 放的就是特別的湯頭 像今天放的就是 蘋果湯頭 那說可以消除疲勞 解除憂鬱 解除痠痛 腰痛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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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家飯店的重點 真的在泡湯 那現在泡完湯之後 我們買了這個 北海道的牛奶 要來搭配今天下午 我們看到那個超級好吃的 Cheesecake 吃完之後就來準備休息 結束今天的行程 在下一集的Vlog當中 將會看到白天的洞野湖 長什麼樣子 然後接下來下午 我們就要前往新野 新野是我們這一趟 北海道旅程當中 唯一一個 比較有可能在這段期間 你們下雪的地方 拜託颱風不要來攪局 然後希望明天或後天早上 就賜給我們一場雪吧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真的是一箭三雕 楓葉 銀杏 下雪 三個都看到了 這樣我就真的是滿足十二武漢了 所以 我們就下一期Vlog見囉 掰掰